白茹能不能长期服用,如何正确喝,正确实用的方法是什么? 大家好,我是崔医生 提起白茹,很多人都已经并不陌生了 它的最主要功效就是见脾驱失 所以对于日常最常见的脾驱负账或者是食欲不振等现象 具有不错的调理改善作用 所以很多人都是随手拿来泡水喝 但其实要想白茹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我们还可以尝试以下的多种食用方法,大家可以做个参考 第一,白茹配甘草,用开水冲泡饮用 不仅能够健脾益气,而且温中润造的作用也是非常强 第二,白茹配橘皮,芙苓主粥用 具皮的锂气化痰,芙苓和白茹合用增强了其健脾驱失滤水的功效 很适合脾虚湿气重,伸出舌头来有一圈的牙齿印 并且嗓子感觉有东西堵着一样,不清爽,可谈的朋友 如果你也有这种症状,可以尝试食用一段时间 第三,最典型的就是蜘蛛汤 它是张仲景唯一主打减肥的方子 主要就有白茹和芷汁两味药组成 张仲景在《金贵药略》里面也说的清清楚楚 他说这个方子主要是调理这样的症状 心下肩大如盘,边如悬盘 心下就是指的腹部,包括了整个胃肠 而大如盘就是说这个人肚子圆滚滚的,像个大盘子一样 这里面白茹主要就是健脾去湿的 因为肥人多湿多痰,白茹一下去脾胃一旦渐韵 身上的痰湿就会被化掉 而芷池则是宽胸下气的力量非常大 芷池减肥就是通过消食导致的方式来解决肥抗的去路 所以说想减肥的朋友一定不要忘了芷汁汤 那白茹这么好是不是什么人都适合呢 有些人可能还会问白茹能不能长期服用 那俗话说是要三分毒 我们都知道白茹是一种中药 虽然说性质比较温和 但是如果不注意用法用量的话 吃多了反而会影响身体的健康 损伤自己的脾胃 不少人在吃完白茹后出现了胸闷气节腹胀等问题 有些人还会伴随有血压下降的现象 这都是没有注意白茹的用量所致 所以白茹不适合长期使用 而且在每次使用时用法用量一定要注意 另外阴烯内热金液耗损过多者应该尽可能的少吃或者不吃白茹类质品 如果是胸闷气质 胃账负账的人群 是一定不能适用白茹的 那白茹你会用了吗 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